我国完成逆袭,第一千台自主研发的顿购机成功下线,此前我们曾受制于人,国际网友,伟大的中国,敬请关注。 近日,我国的一款大国重器引发了众人的关注。 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刊登了一则关于我国国产顿购机的文章。 该文章中称,在今年的9月29日,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顿购总装车间内,一台直径8.64米的土压平衡顿购机正式下线。 值得注意的是,这台顿购机是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一千台顿购机。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机械装备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顿购机凭借着方便、快速、安全的优势,被广泛应用于地铁、公路、市政、铁路等多种隧道工程中。 因此,顿购机成为了最先进的隧道挖掘机械工具,被称为工程机械之网。 并且,时至今日,顿购机技术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通过我国制造的顿购机可以看出,我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目前已经位于世界前列。 为此,有国际网友说道,伟大的中国。 但是谁又知道在十几年前,我国在这一领域受制于人呢? 早在1996年的时候,我国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铁路开始修建的时候, 其中有一段是全程为18.46公里的秦岭隧道。 为了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我国花费了7亿元向德国购买的两台顿购机。 虽然说这两台顿购机确实帮助我们缩短了工期,但是到了后期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首先,最令人气愤的是,我国买的是旧机器,但是却要按新设备付钱。 并且,西方国家为了实行技术封锁,因此他们的工程师在对顿购机进行维修保养的时候会设立警戒线, 并且禁止中国相关工作人员进入现场。 最令人感到气愤的是,对顿购机的维修保养进度并不是中方受了算,完全取决于对方。 并且,对方提出的薪资待遇非常离谱,在给他们工资后,我们还要负责这些工作人员的衣食住行。 所以说,我国暗下决心,要制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顿购机。 经过多年的努力,时至今日,我国将彻底在顿购机这一领域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终于研制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顿购机,并且还出口至西方国家,完成逆袭。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在其他领域当中也能摆脱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有的一个跨越。